欢迎您收看本期的视频 这是一位粉丝从网上买的一根一拖二的数据线 根本没有用过直接就把头子给剪掉了 游到我这里来 让我给他装两个苹果的原装175的插头 为什么把头子给剪掉了 这里大家应该都懂了 因为非原装头的话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跳弹窗 或者是没有过压保护之类的安全隐患 装两个175的插头 这个线我看了一下 线芯是两芯的 我可以找个钳子 给我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看到一个正一个负 一个红色一个黑色 但是你不要认为红色就是正极 黑色就是负极 千万不能思维定势 因为有的厂家把这个接反过来了 红色是负极黑色是正极 不知道这个线是不是 等会需要测量一下 175的插头是四个焊盘 那么这两根线接上去之后 数据通常是短接的 如果不短接的话不能使用 拿一张纸我们来画一下 通常的话是四个焊盘 然后中间两个数据 我们可以短接 这样的话最大的充电电流 是一安也就是五瓦 那种方式我们给它接四个分压电阻 然后让数据各分道电压 分别是2.8V 这样的话最大的充电功率是12瓦 也就是2.4安的充电电流 其中 R1跟R2的话我们采取的是43.2 千欧的电阻 R3跟R4的话采用的是49.9千欧的电阻 好的我们先把电阻用的钳子给钳下来 这个电阻实在是太小了 如果没有显微镜的话 焊接可能比较困难 因为我选择的封装是比较小的 当然可以选择大一点的 接下来我们就在显微镜下面 把这个线给焊接一下 一个头子焊接这个电阻 另一个头子是短接 因为两个同时如果都是12瓦的话 我怕它充电器这根线受不了 好下来把这个外壳给穿一下 我们在显微镜下面把它给焊接一下 这个头子我已经焊好了 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 这个头子居然被我说中了 果然是正负极是颠倒的 也就是说它红色是负极 黑色是正极 所以您在DIY的时候 一定要测试一下这个线 看一下它正负极是不是接错了 我们先把外壳给封上 这个是沙瓦 我们拿一张纸给它包一下 把它写上12瓦 这样的话我们测试了之后 方便我们区分 好的下来我们来把这个线 给插到这个充电器上面去 好有待机的电流 很小很小 我们拿一个手机来试一下 好目前充电的功率是4.7瓦 这个是1安的头子 也就是数据是短接的 如果你数据不短接 又不接这个分压电阻的话 它是常常没有任何反应的 如果是原装的插头的话 我们先插上12瓦的充电头 可以看到 充电电流达到9.1瓦左右 1.8安 好充电没有问题了 也就是这个功率呢 如果有分压电阻的话 它会大一点 充电会快一点 下来我们拿一个iPad来试一下 看它的充电功率会达到多少 是不是跟手机一样 好拿个iPad 我们先插入5瓦的充电头 也就是数据是短接的 可以看到它的充电功率呢 是4.8瓦左右 0.98安 好 插入12瓦的充电头 可以看到它的充电功率达到9.3瓦左右 充电功率呢 是1.87安 两个都插上 可以看到功率可以达到13.2瓦左右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 拜拜